大家好,南华叶片胶间非常常见,一般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养护不当,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病害导致的,平时加强管理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用药预防,用药呢可以用一些广浦性的杀菌剂,比如像这个宜座多菌磷,或者是带生猛新甲基础菌磷都可以,但是呢有花友会发现自己做好了养护管理,然后也用药防治了,为什么南华还是产生了叶片胶间的情况呢? 其实除非我们是大鹏养殖,要不然呢家庭养殖南华呢?这个胶间呢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南华是喜欢一个湿润的养护环境,如果养护环境比较干燥,我们呢就要经常给它喷洒水污来增加湿度,而我们家庭特别是一些北方花友啊,本身养护环境特别干燥,你不可能一天24小时给它喷水污,除非你是直接放在温室调节好这个 湿度,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避免叶片胶间,要不然也是很难避免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花友可能住的地方呢是处于这个重工业污染区,那么工业污染它这个环境呢肯定会受到影响环境污染了,叶片呢也是很容易胶间的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气候的骤变,可能我们早上呢还是穿着外套,然后比较凉爽的天气,一到中午或是下午了,突然强光紫色,温度非常的高,特别热 这样温度急剧的变化也很容易导致兰花出现,叶片胶间的情况,这些都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庭养兰花,就算养护管理做到位,还是会容易胶间的原因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见